好 那廖老師有補充嗎 我剛剛就是講到這個幻聽 然後妄想 焦慮 其實我的觀音電 碰過蠻多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我會建議就是說 一般的信眾來 我都會先問他有沒有看醫生 我覺得人生病還是要先看醫生 不要很迷信就什麼都誤損迷 那你真的就是醫生都治不好之後 我們也不要鐵齒 往就是說命理玄學 宗教來尋求一個幫助 那剛剛我聽到維亞的一個狀況 其實剛剛那個賴醫師 就是解釋得很清楚 但是我碰過的案例 比如說像維亞這一種 一開始進去住這一個心得環境 不一定是這個幻聽 不一定是 真的是有聲音 我在板橋曾經有一個案例 有一個男孩子 他媽媽帶他到我的辦公室來 他那一年是27歲 但是這個孩子你白天看他很正常 進來的時候也很有禮貌 就會頂個禮 說老師這樣 然後坐下來 可是我一查他的原神功 糟糕 我就看到他有三個 三個這個抑制空間的東西 在感擾他 那我說媽媽你帶孩子來 你講好賴醫師一直看你 沒關係 對 這都是我處理過的經驗 那我說媽媽你今天來有什麼事 是不是要問孩子的身體 他說對 他說我們家已經被這個孩子搞到 已經都昏天暗地的 整個家快要破碎了這樣子 那我第一句話 我就問那個孩子 我說你為什麼要吃大便 我就要問他 要吃大便 然後不叫我吃 一直在我耳邊一直叫叫叫 叫到我的頭快爆了 我都沒有辦法睡 老師我好痛苦 你幫幫我 然後就是我說 那你是不是有聽到 男的聲音跟女的聲音 他說對 兩個男的一個女的 我說剛開始來的是不是女的 他說對 後來就增加兩個男的 我說是不是兩個男的都很兇 他說對 剛開始他就是睡眠不好 就像洪醫師講的這樣 他睡眠不好 就容易做夢 然後剛就是卡到這個女的時候 就容易做夢 可是他做夢都什麼時間 都是白天 人家說的白日夢 那晚上根本睡不著 然後他媽媽就說 你怎麼晚上都不睡 那要上班都遲到了 後來就一直遲到 也沒有辦法去上班 那後來越來越嚴重 這個孩子就是 都白天在睡覺 晚上沒有辦法睡覺 然後就會跟他媽媽說 媽媽那個女生又來唱歌給我聽了 我沒有辦法睡 剛開始不是很嚴重 媽媽就跟他說 那你點歌啊 然後這個媽媽就開始找醫生 也是看就是說 耳鼻喉科 然後後來也看到精神科 然後一直到後來越來越嚴重 就是這個孩子會去吃這個大便 就是這個有三月 腦子自己的還是吃別人 吃自己的 他就一直晚上就叫他吃 那你不吃你就不用睡這樣子 就一直逼他 一直逼他這樣子 這是過程 他的過程其實已經兩三年了 滿嚴重 那後來他媽媽就說 老師這有辦法辦嗎 我說可以 我們來試試看 但是你跟菩薩不會這樣 我還親自到他板橋的家裡去看 看他的睡的這個房間 那我就說 媽媽你被他干擾 你睡這個房間 你是不是心臟不好 你有心臟病 他說對 然後我說 那你先生這樣會高血壓 因為這從醫學來講也對 因為被孩子 已經都干擾到這個樣子 但是從我們的陽仔風學 跟命理 跟一個宗教的狀況 也會產生這樣 所以已經都印證了 我就幫這個孩子處理 那這個孩子現在是一個老闆 他在台南做 跟阿姨在做生意 在做那個水果的外銷 所以你把它處理好了 對 所以我處理過 類似很多 那為什麼那些人要對他 那些人要對他 就是說我們有時候我就講 年輕人喜歡去夜遊 很多我碰到的都是 去夜遊出現的一個原因 他就是騎摩托車去夜遊 然後去海邊玩 然後就在那邊 他們去露營你知道嗎 去海邊玩 然後在那邊嘻笑怒罵 然後回來之後就不好睡 那不好睡 他們以為說玩了太過頭 你知道嗎 太興奮 然後心都沒有收回來 他媽媽說你出門那麼多天 你回來又都不睡 你要上班 結果其實那時候他已經卡陰 他到了 那賴醫師廖老師講這些你信嗎 一半 就是一半 就是 不是很信 一你後來拜託你跟阿一下 我講一下 他這個已經是 就是我們常講的精神分裂症 精神分裂症就是現在改成叫 思覺失調 思覺失調 其實在臨床上滿常見的 像我們大甲的光田的 整個都是精神科病人 然後常常碰到這些病人來找你 非常多病人來講 他用耳鳴來找祖宿 說很多告訴我 他講的還不是很稀奇的 非常多奇奇怪怪 這些病人很多 他會建構在他自己的這個 叫做吃大便 去殺人都有 可是這些人其實有輕重之分 剛才講的這個案例 我相信是真的 應該是親的 那親的他就急性發作的時候 就很不可思議 可是他如果適度的服用藥物 家人改變了一些 他的生活習慣 睡眠 他是有可能可以回復到正常的 所以他以後 而且很奇怪 這些精神分裂的人 或者是思覺失調 很多是智商很高的 有一部電影叫美麗新世界 那個就是 他有的都是天才 所以這些很奇怪的 這個情緒系統障礙 精神疾病的人有的很天才 所以他成就很高 我都相信 所以適度的診斷藥物 所以他有很多病人的診斷藥物 再加上 因為再怎麼樣 其實這類的病人最重要還是 支持系統 你看他的父母親沒有把他放棄 一直在幫他幫忙 所以他是屬於比較幸運的這種輕度的 可以回到正常 那在醫院你會看到的是更多中重度的 那就是有的被流落在街頭有沒有 家人都拋棄他了 或者就把他關到醫院裡面 一直在住院的也有 那輕度的這一類 可能就是很多玄學 不是玄學 其實這個可以幫助他 幫助他 那就是他是一個另類的一個 這個支持療法 所以 耳鳴讓人很困擾 不過志偉 你也曾經去看過玄學嗎 宮廟求術嗎 我是有朋友這樣建議我 那因為在節目我也分享很多了 我就不贅述 但是就是我最近的確有很認真 考慮這個問題 當然我也有請教過廖老師 因為我的耳鳴大概七八年了 都不會好 那我其實也不要說都不會好 因為剛剛賴醫師講的 我認同 就是說你去接受他 其實就不會那麼痛苦 所以像我如果很專注 在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我會忽略他 那也許晚上我睡覺 聽到他一直一直 因為我是 這種聲音 我很像蟲 蟲在叫的聲音 對 這就是高頻 所以當如果我聽一些什麼 我如果去露營 我就很好睡 因為就聽到鳥叫蟲鳴聲 他就跟你的耳鳴混在一起 有人跟你說你膽子音嗎 有啊 什麼人 也是一個很有名的老師 對 你有姓 我是半姓半疑 因為他那時候是 因為我就是有PO在臉書說 我有這個困擾 有沒有人耳鳴自豪 有什麼方法可以跟我講 那因為老師也是在我的臉書的朋友裡面 他就跟我講說 你這個是祖先有話要告訴你 所以如果你看很多醫生都看不好 你去觀落陰這樣 那他也介紹我在關渡有個地方 在觀落陰的這樣 那我那時候一度很掙扎 我要不要去 對 那又有另外一個老師跟我說 他說你家有沒有拜祖先 你有才公嬤嗎 我說我有 你就拔杯問你公嬤就好了 如果沒有你何必去觀落陰呢 我就直接問公嬤 公嬤說沒有 沒問題要交代 那我去掃墓 去這個祭祖 問我阿公 阿嬤問我爸爸 你有沒有什麼話要跟我講 也說沒有 所以我就 你去觀一下 觀一下 來 再來上節目跟我們講 這也是不錯 可是為什麼我說 我最近是 最近這個 因為我有一個很好的同業 然後他的問題是 他是有很嚴重的暈眩症 而且他是突然之間 而且他的暈眩是那種 他站都站不穩的 那我說那你這是不是梅尼爾氏症 就是跟江蕙一樣 他說 江蕙有梅尼爾氏症 對 對 他有暈眩 嚴重嗎 嚴重啊 所以他有一陣子是沒辦法唱歌 那所以說我這個同業 所以站不穩 站不穩 就是總會打得五 你打得五 你是要做工作的 你不要說唱歌 你這樣都站不起來 你怎麼唱 先讓我問一下 那 賴醫師 如果梅尼爾氏症嚴重 沒有辦法治他 我再來糾正一下 糾正 這個暈眩症 被等於梅尼爾氏症 這也已經錯誤太久了 真正的暈眩症 是梅尼爾氏症 外面講梅尼爾氏症 後來被診斷的不到十分之一 大部分的梅尼爾氏症 沒有那麼多 梅尼爾氏症的人群 發病率大概在十萬分之五到十 真正的暈眩症 發病率是人群當中的多少 十分之一 十分之二 所以真正的梅尼爾氏症 其實很少 所以暈眩症 不要等於梅尼爾氏症 那梅尼爾氏症是什麼 梅尼爾氏症是內耳水腫 所以梅尼爾氏症 所以梅尼爾氏症 你講的其實大部分都不是 所以梅尼爾氏症 那時候的報導 是這樣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如果是暈眩症 就暈眩症 如果他是梅尼爾氏症 顯然將會是有耳龍 一邊耳朵聽不到 對 如果是梅尼爾氏症 但是因為報導是這樣講的 那將會沒有承認 也沒有否認 是 難怪他也會退休 但如果真的會影響到歌唱的話 其實不不可能 那因為我們那時候是這樣問這個同業 他說沒有 他去檢查醫生說 你這不是 你這是暈眩 可是這個暈眩 他就跟他說 這沒有什麼特效藥 你就是要不要有壓力 放輕鬆什麼的 但是他因為醫生這樣講 梅尼爾氏症是媒體的物質報導 那這個我這個朋友 他去檢查醫生說 你這不是 這是暈眩症 但是就是就好好休息 壓力太大 但醫生越是跟他說沒事 他越是想好好休息 就是沒有辦法 那那時候他除了暈之外 他甚至連他的其他的身體 都出現問題 比方說他的 他常常會覺得心悸 然後他會覺得呼吸急促 他會覺得喘不過氣 所以他就看了不同的科別 他先從加一科 然後轉整去別的科 心臟胸腔 那都看了檢查都做 連核磁共振都做了 就是查不出病因 所以醫生就說 你這自律神經失調 壓力太大 那當然他他後來有一個堂哥 還是錶哥有在修 就跟他講說 那你要不要試試看玄學 也許你不是醫學上的問題 那他就半信半疑 他說我跟你講 我介紹你去一間宮廟 那這個宮廟 他也不會跟你收錢 就是有緣 他就會救 會幫你這樣子 那他就去了這個宮廟 那他一去這個宮廟呢 就是裡面在辦事的 不知道是師姐還是師兄 看到他就跟他講說 有三個跟你這樣子 老師剛剛講三個 他一樣三個跟他 然後一個是背在他的背上 一個是貼在他的胸口 那另外一個是在他的兩邊 跳來跳去 所以就是說 他也有一些耳鳴 暈眩的狀況 就是跳來跳去這一個 壓在他胸口 就是讓他心急 讓他背著 就是讓他覺得喘不過氣的 對 所以 所以這樣子的形容 因為他不知道他有什麼毛病 他就是問他的堂哥 表哥說 你有跟這個師兄師姐講 我的身體狀況嗎 他說沒有 我只是說我有一個妹妹 會過來給你看 所以等於是說 就像廖老師一看到他 就說你為什麼要吃大便 一樣的狀況 所以他就覺得哇 太神奇 這個這個裡面的師兄師姐 怎麼這麼厲害 所以他就等於是在現場 幫他做了一個儀式 然後就一道府給他說 你回去就是泡在水裡面 洗一洗澡 一覺醒來你就好了 那我也不知道是心理因素 還怎麼樣 他就真的做了 隔天起來他就好了 所以他跟我說 你要不要去 他也沒有要跟你收什麼錢 你就添個香油錢而已 不是騙財的啦 對對對 他沒有要跟你收錢 那我是到現在還沒去 因為他也不遠 就在新北市